最近的娱乐地震导致好几部热门剧目受到影响 定档后撤档 准备播出的也都按下了暂停键 随着公诉29号开播 这部由迪丽热巴 佟大为等领衔主演的首部 以检查机关打击新型网络犯罪题材剧 首播两集 便让很多观众直呼惊喜 可以肯定 这部剧可能会成为当下最火的剧目 随着公诉开播 观众对很多热门剧目更是充满期待 而腾讯的排播计划也被流露出来 更是让网友充满期待 特别是人家棱和杨颖领衔主演的 暮色新约赫然在列 从腾讯排播计划来看 6月3号 首先上新的应该是照亮你 这部由陈伟霆 张若南领衔主演的消防题材剧 应该也是一部不错的剧目 毕竟这几年关于消防题材的剧目不少 但好几部都没有播出 这次照亮你能够优先上新 看来腾讯对这部剧也是充满期待的 由许凯和纳扎领衔主演的雪鹰名主 将于6月10号播出 这是一部古装剧 讲述了东博雪鹰及妻子于静秋等人 在异界大陆披荆斩棘 历练超凡 不断取得无上成就的传奇故事 这部古装剧将采用网播模式 喜欢的观众可以提前准备了 而年代传奇剧欢言和网剧黑白密码 也将于6月初播出 这两部剧也都非常不错 阵容和剧情都非常不错 最让人关注的还是电视剧目色新约 这部剧上次准备登陆浙江卫视 随着宁安如梦 碎碎清莲等剧撤当 也突然不播了 这次腾讯排播计划体现 由人嘉伦 杨颖领衔主演的 目色新约将接档公诉 上星播出 这次公诉是由浙江卫视和北京卫视联播 不知道目色新约会不会是两台联播 还是只登陆浙江卫视 由迪丽热巴 佟大为 高新 由静如主演的检察剧公诉正在热播 该剧讲述了高材生检察官安妮入职江城检察院后 面对众多棘手案件 与刑警队长和陆源通力合作 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 在一系列案件漩涡中查找真相的故事 作为主演的迪丽热巴在接受专访时 畅谈了她饰演的角色安妮 安妮是一个温柔且强大的女孩 她入职江城检察院后 面对众多棘手案件 毫不畏惧 始终坚持正义 迪丽热巴表示 她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安妮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她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角色 向观众展现女性坚强的一面 迪丽热巴在演绎安妮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很多挑战 她直言 和前辈们演戏会有压力 但如果一直没有挑战 她就会一直在舒适圈 因此 她一直在努力尝试新的角色和挑战 希望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 过去 迪丽热巴曾经否认和怀疑自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逐渐认识到 外界的评论会激励自己变得更好 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观众更加认可她的演技和实力 迪丽热巴在专访中展现了 她温柔强大女性的形象 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 她积极一向上的态度 和不断努力的精神 相信在未来的作品中 迪丽热巴将会带给观众 更多惊喜和感动 《暮色新约》是一部都市情感剧 讲述了两位高智商人才偶遇 展开了边正能量创业和边收获爱情的故事 剧情非常的正能量和主旋律 加上该剧男女主颜值都非常高 任嘉伦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 杨颖在风起龙溪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能否一改过去只会瞪眼的表演模式 让人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